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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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凉大死诸节》里面的意思也非常好 我们今天呢 把它的诸节念一念 它是成为世缘 大缘尽至相应尽舍 由世所修自立无漏纯净佛陀应允 从初成福 敬未来祭 相续变为纯净佛陀 周远无济 众包庄严 幕后是佩经可见 就是愣根根精和起来 你能够看得很圆满 其实在前面呢 这个意思都说过 不过我们没有照 这个论文 这个句子来讲 为的是大家更好懂 容易明了 佛经内容 内容究竟说些什么呢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其实 其实 释述 释迦牟尼弗一生 为我们所说的 是说的很多 说了四十九年 所以 讲经三百余晦 说法四十九年 把它归纳起来 只给我们讲三桩事情 第一桩 就是给我们说明 有情世间的来源 也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生命 生命 生物是怎么来的 第二桩事情 就是讲的七世间 也就是现在人所讲的世界 宇宙之间 我们现在讲的星球 星系 它是怎么来的 第三桩事情 是讲知证觉世界 我们现在所谓是天地归神 这是什么灰事情 从哪里来的 四十九年所说 这个自然的法则 相违背了 那就造成很多很多的灾难 天灾人火 圣人所讲的大道 什么叫道呢 什么叫大道呢 大道就是这三种 这个世间 有情世间 有情世间 气世间 知证觉世间 我们现在讲的时候 这是生命 生物 这个 星球 星系 天地归神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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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定的法则 有一定的运行 秩序 他一点都不会乱的 这个叫大道 我在前几天 大夫 天眼睛 有两个单位 他们来访问 问到的道德 什么叫道 什么叫德 我就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我局 大家容易体会的 什么叫道呢 道是宇宙全体的 原理原则 什么叫德呢 德是宇宙某一个部分 某一个部分的原理原则 这叫德 这个说法还是很抽象 还是很难懂 我就局一个人的身体 比如我们这个人身体 从父母母亲生下来之后 整个身体 这个器官 他 有一定规则 在运作 在运动 这个整个的身体 运动原则 这就是道啊 天道啊 不是哪个人设计的 这个身体 不说父母亲设计的 自自然然的 这个叫道 啊 那么什么叫德呢 德是局部 啊 你比如说 我们眼睛是个局部 啊 眼能见 这个见就是眼至德 啊 眼至德能见 儿至德呢 能听 啊 鼻至德能嗅 啊 学至德能长 每一个器官 它的特殊作用 啊 它也有它的这个规则 不能够 这规则不能错乱 一乱掉 我们就知道就生病了 啊 人生呢 是个小宇宙啊 我们外面是大宇宙啊 大宇宙跟这个小宇宙 跟诸位说 那个复杂的程度啊 是相等的 啊 所以绝对不是人设计的 我们这个身体不是人设计的 这个大宇宙的运作也不是人设计的 啊 但是它很有规则 很有规律 我们称这个叫天道啊 人这一生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见解 我们的行为 要能顺乎天道呢 那就非常健康 违反天道 所以现在人呢 很麻烦啊 人定胜天 那这个就麻烦了 人家说 我的想法做法 可以能够胜过大自然 是可以胜过 但是后果不堪设想啊 现在人发明这个科学技术 你看把地球生态环境破坏了 这就人定能顺天呢 这是把自然环境破坏了 破坏之后 这个大自然 它的报复 对我们就非常不利啊 它什么报复呢 旱灾 水灾 地震 海啸 现在我们这个 澳洲上空 这个这个 这个臭氧层的 破了个大洞 这都是 你破坏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呀 有的 你受的啊 这是我们讲的 天灾呀 哪里是天灾呀 是人 要胜天嘛 看看你是不是 真正能胜过天 你胜过天 得到享受 那是 是说得过去啊 你胜天 天给你的灾害 你没有办法抗拒 所以 古圣先行 佛菩萨都叫我们 要随顺天道 就是随顺自然的法则 冬天 冬天要吃凉的啊 这随顺自然呢 古人晓得 住在寒带地方 他们生长东西都是寒性的 冬天吃大白菜 吃萝卜 寒性的啊 夏天呢 要吃热性的 你看现在人 他弄烦了 夏天热的 他吃冰 冬天的时候 他吃火锅 违反自然法则 违反自然法则 这是什么效果呢 你身体不健康 生病啊 你短命啊 你本来寿命 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的 现在六十岁就完了 你要升天吗 你升天 你付出的代价是多少 总要懂这个道理啊 这个是 你要问 佛经里面讲些什么 佛经讲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学佛 希望得些什么呢 这个佛经上有没有呢 给主持有 就是讲这个 学佛的人 希望得什么呢 第一个 得财富 这是 不管你信哪个宗教 或者是信教不信教 你都想发财呀 佛经上教我们发财 第二个呢 你都想有聪明 有智慧 佛教你怎么开智慧 第三个 你都想健康长寿 佛在今天 教你怎么健康长寿 他真管用啊 摄迦牟尼佛 自己 做榜样 给我们看嘛 你看我们称佛 归一佛 二族尊 二就是 智慧 佛报 佛报里面 包含着财富 寿命 长寿是福啊 摄迦牟尼佛得到啊 你看他的佛报 当年在世 受到 帝王 人民的爱戴 这是福啊 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 当时印度 十六个大国王 那不是小国王 大国王 都拜 释迦牟尼佛做老师 那些大国王 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 你是这个佛报多大 谁都想供养 摄迦牟尼佛 他是王子出身 他要不出家 不搞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 我们现在讲 出家做和尚 是中国人讲的 但是他不懂得 出家做和尚是什么意思 和尚是印度话 意思是老师啊 我们中国翻成叫 清教师 亲自指导我 教导我的老师 就像在一个学校里面 学校里头 亲自教导我的 上我课的 这是清教师 没有上我课的 那个 学校里面 一般的老师 我们佛门是有分 称呼有分别的 称为阿瑟尼 称为法师 称法师 称阿瑟尼 不一定是教我的 和尚呢 是直接教我的 那个关系很密切 和尚翻成中国 是清教师 或者现在大学里面 叫指导教授 他是指导我的 佛门里 称为和尚 这个行业 是多元文化的教育 如果我们现在讲 可以加一个多元文化的 社会教育 他搞这个行业 得到全世界人民的爱戴 他做过往不行 他做过往 做个好过往 顶多是你一个国家的国民 尊敬的 爱戴的 你得不到全世界 你得不到后世 释迦牟尼佛就照外国人的讲法 他老人家过世 已经年千五百多年了 年千五百多年之后 全世界还有这么多人来学习 还有这么多人来顶礼 默拜 在称赞 哪一个做过往 有这么大的佛报 那么第二个 你是聪明智慧 那他讲的这些经 讲的这么多道理 没有人能说得出来 这个真真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他的健康长寿 我们在今天都看到 佛告诉我们 佛有三身 其实我们也都有三身 我们跟佛没有两样 只是佛 觉悟 我们迷惑 差别就在此地 众生跟佛 一念之差了 一念觉悟 众生就做佛了 所以佛 用我们中国 简单的话来说呢 就是明白的人 对于宇宙人生 一些道理 这个这个这个 一些 程序 演变 一些因果 都通通明亮 这个人 我们称他做佛 印度人称佛 我们中国人称圣人 圣人 跟印度人这个佛佛 意思是很接近 圣人也是 通达宇宙人 宇宙人生的道理 所以这些名相 现在很多人不了解 产生严重的误会 那么我的老师 把佛法 介绍给我 我很听话了 一叫风行 那么我对的这个果报 你们大家不都看到了吗 第一个 佛报 你们想想 我的佛报不小啊 现在全世界 听我讲经 依我提倡的 这个 大成 无量寿金 来学习的 跟着我念佛的 在全世界 概略古迹 超过 两亿人啊 这个影响 还不断地在扩大 这是佛报啊 这一点勉强都没有啊 我们要用一点钱 实在很简单呢 一个人供养一块钱 就有两亿啊 我自己生活非常简单呢 不需要用钱呢 我已经差不多三十年 没用过钱了 财富啊 聪明知晖 你们听我讲经 这些年来 我在讲台上 讲了四十四年 如果你们是常常听的 一年一年比较 你就晓得 我智慧在进步啊 一年一年 不一样啊 健康成熟 你们能看得到啊 我七十六岁了 医生 未生过病 到澳洲来 检查体格 去年 第一次检查 没有毛病 今年第二次再检查呢 医生就给我说 法师 明年你不要再来了 健康成熟 我怎么带来的呢 依照经典的方法去做嘛 他自自然然得到啊 我没有求财 也没有求聪明智慧 也没有求健康长寿 我业无所求啊 于人无真 于事无求 他自自然然的 是这样 这个就叫 我们人能够顺天行道 顺乎天道 顺乎大自然 他自然的果报嘛 没有丝毫 自己的意思在里头 为什么很多人学佛 学了很多年 甚至于比我学的还久 他不如我呢 什么原因呢 关键就是 我完全随顺经典的教诫 经常叫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没有自己的意思 你看看 凡是多不到这样殊胜的果报 他自己有意思 我们中国人讲啊 他有成见呢 他自己想怎样做怎样做 那你就是违背了自然嘛 我这些年来 总结 经典上的这个教诲 我把它制成总纲领 我写二十个字 我就照二十个字做 真诚 真诚 亲近 平等 正确 慈悲 这是用心 我们的心 一个念头起来 跟这十个字 一定相印 我就是 顺乎天道 顺乎自然 生活行为 看破放下 自在随缘 如果有自己意思 那就不是随缘了 攀缘了 攀缘 国报要自己负责 吃很大的亏 我不攀缘 我完全随缘 凡是 接近我的同学们 都知道啊 他们称我做 好好先生 什么都好 没自己意思 你吃东西 很甜的 很好吃 很咸的 也好吃 很淡的 也好吃 没有一样不好 为什么 随顺 决定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有分别 有执着 是随顺自己的意思 自己什么意思 烦恼吸气啊 那个英国 你要负责任啊 所以 佛菩萨 随身自然 没有自己的意思 没有自己的想法 没有自己的看法 你说多自在 多快乐 我末后 有个念佛 这将来的归属 我一定到极乐世界去 一定见阿弥陀佛 这个一点怀疑都没有 所以 反而是 违背了天道 违背了自然法则 错了 经上这一首祭 是将自受用途 随顺 随顺 自然法则 自受用途 就这样 壮严 你看 菩萨 去与 一切之 所以 这个 佛陀的 教育 它是智慧的教育 这是我早年 就受苦 佛教 是释迦牟尼佛 对于九法界 一切众生 至上圆满的教育 这个话 我说了四十多年 我开始出了讲经 就说 佛教是教育 不是宗教 这一次 我到韩国 日本去访问 那边 从来没有听到这个说法 我把我这个 这个看法 跟他们提出来 讨论 很难得 都能接受 都非常欢喜 没有反对 相当不容易啊 忠诚 康隆 老和尚 今年九十七岁了 他完全认同 我对于佛法的 想法 看法 做法 完全认同啊 完全支持 我非常感激 所以 世间人 拼命呢 在想追求 财富 聪明 智慧 健康 长寿 不知道有这样 正确的方法 都冤枉 都可惜呢 那么我讲的 果报啊 果必有因 佛 叫我们修什么因 财富是果 财不失是因 你不肯修因 哪里能够收到果 这个收成呢 就像庄稼一样啊 种子种下去了 是因啊 将来收获 这是果 种瓜得瓜了 种豆得豆啊 你要肯 勤肯地去耕耘 你才有好收成 所以 财不失 得财富啊 决定不可以吝啬 而且要抓住机会 机会错过了 你想不失 没有缘分了 我们看到 这世间人 当他有需求的时候 他有困难的时候 不一定 他找上门呢 主动去帮助他了 我们看到了 听到了 立刻 撑出 援手 尽心尽力了 就是 圆满的功德 人家找到我们了 我们没有理由拒绝 但是 帮助别人 不失贡养 佛教我们 有个原则 叫尽心尽力 我们很快乐 不可以超越自己能力之外 我没有钱 我去借钱来布施 这个不可以 这没有功德 为什么呢 你已经有负担 你就有过失了 所以是多余的 我自己在生活上 还有多余的 我生活苦一点 我能过得去 我能够借神 一文钱 这一文钱 功德就不小 布施 不是指财物 你布施的钱很多 不过将来你就赚的很多 不是这样的 是你的心跟力 你的心真诚 你的心拱尽 布施 钱财虽然很少 得的福报很大了 不可思议 如果你布施的钱财很多 你的心并不公斤 并不真诚 你得的福报反而很小 这个就说明 一切众生 都有重大福报的机会 那你不知道 你就没办法了 你要懂得这个道理 要认识机缘 知道自己怎么个做法 做得很如法 我们中国人常讲 或情或理或法 你这个福报 是自然来的 没有一点勉强 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看到 有亿万富翁 累积财产 上千亿的 他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财呢 给诸位说 前世修的大布施 这个大布施 不一定 他是有多少钱财布施 甚至于 极快钱的布施 他今天得亿万富报 为什么 为什么 他完全是 如离 这个 和清和理和法 这个事情 了凡私讯里头 有例子 诸位细细细细去读 你就明白了 布施要钱 积多少才就布施 那你完全就错了 有多少布施多少 这个 这就如法 我命里头没有福 前世没有修 这也是年轻的时候 生活非常艰苦 我在台中 跟李宾南 老居寺 学教的时候 年轻人出家 受你 日子非常艰苦 刚刚出家 谁认识你 谁供应你 在那个时候 我在台中 认识一位 干老太太 现在他住在美国 九金山 最早帮助我的 他找了 十五个朋友 一个人 一个月十块钱 台湾钱 十块钱 凑一百五十块钱 每一个月 供养我 一百五十块钱的 生活费用 很难得了 这样维持了 十几年 让我在台中 顺年 跟李老师 学教 在生活上面 稳定了 李老师的生活 了不起 他一个月的生活费用 在当时台湾钱 六十块钱 一天两块钱 六十块钱 和美金是多少钱呢 那个时候 美金好像将近四十块 一笔四十 美金一块半 一个月的生活费用 李老师 他有收入 他的收入 全部拿去做好事去了 我跟他老人家学习 他样子 我看他的样子 我佩服 但是 我的生活费用 没有办法 我一个月要九十块钱 一天要三块钱 没有三块钱 吃不饱啊 他吃的比我少 我吃的比他多 我们都是吃一餐 一天中午吃一餐 那么剩下一点 是林用行 我还能够 借神一点点 放生 不食医药 送到这个医院呢 做医药费 给那些穷人 不食医药啊 不食医药 放生呢 这所以无微不食 果报健康 成熟啊 所以我一生当中 跟人家讲 我不会生病啊 为什么呢 我没有医药费啊 我的医药费 都布施掉了 所以有很多人 不懂这个道理 自己要储蓄一笔钱 将来怕自己老 怕自己生病 作为养老 作为医药费 他已经准备好了 他当然会生病嘛 他当然会老嘛 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 我没有这个钱 所以不可以老 也不能够生病 没有这个费用啊 心理上就不一样啊 学佛五十年 二十六岁学佛 今年七十六岁啊 整整五十年了 讲经四十四年 我学佛第七年 出来讲经 第七年出家了 一出家 就教佛修运 就讲经 法布施啊 讲经需要用身体 这个身体叫内财布施 内财布施 那个佛报超过外财布施 所以你说 佛 释迦牧尼佛一生 一生干的什么呢 干的就是财布施 法布施 微布施 天天干 干得不亦落乎啊 得到这样圆满的古报 他做给我们看 他做给我们看 我呢 老老实实跟他学习 现在这个样子呢 大家也就看到了 这个金教不欺骗人啊 怕的是你不相信 你对他怀疑 或者是呢 你过分的自负 总认为自己狠行 那你完全就错了啦 你不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 华言见到最后 这个这个网下 这个四句 我们现在念到的是 这个这个 华藏 这个世界成就品 下面是华藏世界品 这一部分是假 这个七世界呢 末后还有一品呢 皮诺詹纳品 是假 知证究世界 也是假 这三种事件的真因 因果 你统统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怎么不自在 你怎么不快乐呢 这个是真摄智慧啊 华言金 最重要的 就是这一分呢 清梁大师 把全金分作四分 这是第一分 我们现在讲部分啊 华言分作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是释迦牟尼佛 把他自己 清正的境界 为我们展示 为我们展示出来啊 全部的 侯盘拖出来 拖出来之后 你看不懂 你不明了 第二部分呢 给你介绍 讲了一千四个多个小时了 这是过去 讲华言金 没有这个讲法 这一部分 如果你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了 往后华言金啊 那就跟吃点心 吃冰激凌一样啊 清而易举啊 一点都不费力了 所以诸位 要真正在这场下功夫 要想得到 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 这一部分的金 要特别重视 清凉大师 这里头有几句话 很重要 有习所修 自立 无漏 纯净佛图 应远成熟 这几句话 非常重要啊 开头 把我们错误的 想法看法 转过来 向宗讲的 专实 成志啊 这个话 是佛家的书语 很多人听不懂 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们把他讲白话 把念头 转过来 从哪里转起呢 从分别执着 转起 从自私自利 转起 多了华言 知道啊 净虚空 便发戒 一切众生 是自己 这个话 一般人听不懂 我们用个方便话 说 一切众生 是一家人 这个大家好 懂 年岁 跟我父母 差不多的 都是我的父辈啊 年龄 跟自己 差不多的 都是自己的兄弟 姐妹啊 年龄 比自己 小 晚一辈的 都是自己的 儿女啊 净虚空 便发戒 一切众生 是我一家人啊 我要以 真诚 亲近 平等 爱护他们 关怀他们 照顾他们 帮助他们 没有任何条件 这个你觉悟了 你明白了 明白人 一定是这个做法 不觉悟 不明白的人 他有自私自利 齐心动念 他想自己 他没想别人 再进一步呢 把妄想 分别 放下 我们自己 没有明星见音 那方下怎么办呢 随身经典的教诲 佛 菩萨 他们明星 接近了 他们完全明白了 他 他所表现的 他所说明的 都是新信 流露出来的 我们随圣经论的教诲 就是随圣自己的新信 这就正确了 所以随圣经典的 道理 对于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的 想法 看法 就是随顺自信 要有这个认知啊 把自己 自己心里 怎么想 怎么看 你自己要觉悟 那是错误的 要放下 依照佛经上所讲的 你就对了 你这一身呢 路子走得完全正确 一点错误都没有 那你的的果报 就是自然的 自然的佛报 自然的智慧 自然的健康长寿 我们常讲啊 回归自然 随圣自然 就是讲的这种事情 只要你能够回归 随圣 你得大自在啊 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 这个叫真正自利 所以主要晓得 世间人不懂得自利 世间人是什么呢 自害 你得不是自利 他所想的 他所思的 他所理解的 他所作所为 是自己害自己 那你是自利 谁懂得自利 佛懂得 菩萨懂得 觉悟的人懂得 没有觉悟的人 他怎么可能 自己利益自己 不可能啊 都是自己 强害自己 他还不承认呢 这就是 迷惑到 所以然了 称之为凡夫 经典里头 佛菩萨 称他做 库列明臣 他真库列 释出世间 一切真假 是非 邪正 他没有能力辨别 他怎么不可怜呢 所以经上讲的 佛菩萨 往昔所修 自利 真真是自利 无漏 纯净佛图 应援成熟 他得的是 报神 这个居住的环境 清净壮严 没有灾难 风调雨顺 无漏 无漏 无漏就是 漏是烦恼的代名词 不漏 决定没有 妄想分别 执着 只要有妄想分别 执着 你就有麻烦 没有妄想分别 执着 你得大自在 什么时候证得呢 从 粗成佛 粗成佛是什么时候呢 华言经上讲的 破一瓶无名 这一分发身 那是粗成佛 粗成佛 是分正为佛 净未来计 那是 就净为佛 华言经上讲的 四十一位 发身大四 就是 指的 粗成佛的人 不但超越六道轮回来 超越舍法界了 舍法界里面 六道是凡夫 四圣法界 声闻 圆觉 菩萨 舍法界里面的佛 也称凡夫啊 我们佛经上称 那叫外凡 六道里头是内凡 凡夫有这两大类 超越舍法界 就不是凡夫了 不是凡夫 称他什么呢 称他圣人 称他就佛 诸位 要读 江卫农居士 金刚经讲义 你看看 江卫农居士 讲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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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位 都称之为佛 经常讲祝佛 祝佛是哪个呢 祝佛就是指 四十一位 发生到死 这四十一 不是指一般的 哦 很多很多佛 不是这个意思 是讲的 这四十一个 真佛 不是家佛 那么在这里 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 我们现前怎么修呢 要修自立 纯准 纯准 佛土 心准 在佛土境 你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要修自立 纯准 纯善的心 心准 在佛土境 心善 在佛土善 你能把这个 纲铃 抓到了 你这一生 决定有 大成就 不可思议的成就啊 一丝毫 染污都没有 什么是染污呢 我常常讲啊 自死自立 是染污 那人很口脸呢 明文立阳 是染污 无欲六成 是染污 贪嗔痴慢 是染污 这十六个字 单上一个 你学佛 不能成就 肯定的 你学佛 不管你怎么精进 不管你怎么修 你脱离不了 六道 你要把这十六个字 统统断掉了 七心动念 为众生 不为自己 为众生的 佛报最大 为什么呢 你为众生 众生为你 敬人 这 人很尽致 爱人 这 人都爱你 你帮助别人 别人都帮助你 你要是很小气 很吝啬 不肯尊敬别人 不肯帮助别人 这个世间 谁 会尊敬你 谁肯帮助你 这个里头 就是因果关系 你不了解 因果的道理 你也不了解 因果的事实 所以 奇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错了 末后 无量 愿害 普出身 广大刹土 皆成就 这两句 讲的是果报 我们在这个经上 看到 化脏世界 在往生经上 看到 极乐世界 就是末后 这两句 是末后 就是末后 乖 这一句 是末后